大家好,我是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的老師林添德 歡迎大家稱呼我做Admin 最近我們都在疫情的裡面生活 每天出門的時候,有三樣東西我一定不可以忘記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要記得帶家裡的鑰匙 不是因為怕沒有門口入 一會兒坐升降機的時候,可以鑰匙幫我看升降機 第二樣東西,記得帶這個擦手液 是幫助我們安全一點 當然不可以少得的就是記得要戴口罩 你說我們現在生活是不是很緊張,有很多壓力 跟著下去,我是中國神學研究院的畢業生 Chris會帶我們去認識五官感受當下 透過這個方法可以幫我們減壓和處理我們的焦慮 Chris現在在教會裏做輔導的工作 也有私人執業幫助很多其他人 最近他修讀了一個表達藝術的治療課程 好,我把時間交給Chris Mpect sleeps 你們人不錯耶 咱們見證 好的是有一個配搭的 她是只有 Goodnight 好,我想為自己遊玩 面對不安isin 怎麼生活 在這一集開始之前 我都邀請各位觀眾 可以用十秒鐘的時間 跟我一起眉眼 大家可以睜眼睛 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 剛才你們的眼睛發閃上的什麼想法 會不會又教那些 以前教一些呼吸 放鬆的練習 我學過了 會不會有另一個想法就是 哎呀 死了 家裡的口罩 差不多用完了 一會兒讓我去藥房 看看有沒有 無論那個腦海浮現的東西是什麼 不過從時間的角度來看 我們大腦很多時候 都是在想一些過去的東西 或者將來的東西 我們大腦的時常 都是為著過去一些 一些的回憶 記憶在當中去 思考 去認定自己的自我 身份或者 儲一些我們生活的經驗 幫助我們 去為將來去打算 但很多時候都令到我們有很多的擔心 在《新約》馬太福音也有 說到 不要為明天憂慮 因為明天只有明天的憂慮 在同一章也有提到 我們可不可以用思慮 令到我們的授數 多加一刻呢 雖然聖經很多時候都叫我們 不要憂慮 不過 我們很多時候都難免憂慮 看一本書 作者叫做 Johnson Spencer 他在一本書裡 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那本書的書名叫做禮物 the present 內容我不太記得了 不過結局很吸引 他們說到現在這一刻 就是禮物了 the present is the present 那我們怎樣可以活在當下呢 我想我們可以從我們身體的感官出發 我們有視覺 聽覺 嗅覺 味覺 和觸覺 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 透過這個五官去感受當下 在我們身邊的人、事、物 舉個例子 不如 請觀眾拿一個 你平時喝開水的水杯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體驗練習 我邀請各位 用我們眼睛去仔細看一下這個水杯 它的線條 反射的光線 或者透過玻璃看外面的景象是怎樣的呢 你摸下去的質感是怎樣的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的溫度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的聲音 原來透過五官 我們認識這個杯會多很多 我最近很喜歡洗碗 因為洗碗是給了一個心境很平靜的活動 我洗碗的時候會留意 流水的聲音 開著水喉的聲音 那種洗潔精的清新檸檬味 我洗碗的時候 手捕一些很細微的動作 杯碟碰撞的聲音等等 都讓我對洗碗這件本來是一個苦差 現在變了一個多享受又有趣的事 我都鼓勵各位觀眾可以試一下 在你日常的生活裏面 無論是掃地、洗澡、煮飯、吃飯 日常的生活裏面 試一下我們用五官去感受當下 讓我們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可以額外找到一些 暫生的經驗 這一集就來到這裏了 下一集我會和大家分享 用表達藝術做一些創作去面對不安 到時見 拜拜 其實什麼叫焦慮呢 焦慮就是我們很擔心 未發生但可能將來會發生的一些不幸 危難或者是最低限度 我們很不想發生的事情 焦慮和恐懼最大的分別 就是當我們覺得恐懼的時候 往往都是有一個很實際的處境 令我們覺得很有威脅性 焦慮就不同了 焦慮是我們擔心一些還未發生的事 換句話來說我們可以做到的事真的不是很多 所以Chris剛才和我們介紹五官感受當下 就是讓我們可以嘗試安然一些 去和焦慮在一起 而是不需要和焦慮搏鬥 令到我們被焦慮控制 下一輯 Chris將會和我們介紹 面對不安我們可以做什麼 大家記得留意收看 我們團體的工作室 我們會保訪一下 我們可以再接 While We Are 你說話 好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